我们说99.99%的人 无论你是大企业家 你还是普通的职员 大家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前半生拿命换钱 后半生拿钱换命 对吗 就在这个觉醒的时代 我们还在这样的话 起飞太愚蠢 太没有福报了吗 如果你还能够继续这样的话 那你自己对自己不负责任 你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 可以你不行了 那你对不对子孙后代负责任呢 口口声声说对孩子 我这辈子就是孩子就是我的命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孩子 你就在那呼呼大罪 还只打呼喽 那呼喽声还各种调 你那叫为孩子吗 你不醒过来 孩子就是你不醒过来的后代 那么他就是穷人的后代 因为你不醒过来 你一定是穷人 那么穷人的后代还会是穷人 我们前面的视频讲过 我们去翻译一下那个贫穷的本质 那本书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根是穷的 你的意识是穷的 我们从生下来 为什么我们的冥想 在终极的时候会回到童年 你为什么创业困境里面 要回到童年去回忆 回溯到你爹爹 爸爸妈妈和你生活的场景 为什么让你看到那个茅草屋 比如说我家可有钱等等 我们说有钱你分跟谁比 财富自由你有吗 没有就算穷 因为我们对于钱的概念 有概念就代表我们是穷人 什么叫有概念 这是钱 钱花了就没了 钱是我生活里面起到各种作用的 等等等等 你只要对钱有人的认知概念 你就是穷人 因为只要 只有完全的颠覆了钱的概念 就是说完全不知道钱是啥 就像一个傻子一样 你给的钱他能当饼干吃 这才叫真正的丰盛感 在他的这个概念里 完全没有钱有用 我没有钱就活不了这个概念 钱是啥不知道 才叫丰盛感 所以就像我们西红柿首富 那个沈腾演的那个电影一样 为什么他这么拍 这个剧情是啥意思 其实背后他的引线 就那个暗喻的 有一条线 就是在揭示 人们能够获得财富自由的 背后的修行法则 只是他不会宣传 也不会揭示 也不会直接说出来 因为这是一个娱乐的电影 而会看的人发现 当沈腾放弃了钱的时候 他是因为爱而放弃的 当他放弃了钱 他才有钱 中间的那些喜剧的场景 都在说一件事情 就是你只要跟赚钱的这个行为相悖的事全成了 全成了赚钱的结果 就像那个把那个发动机马达挂在那个冰山上 什么这个各种那个理想 在实现的过程当中最后得到的是什么 大家没有感觉出来吗 说那冰山半道都坏了那不是失败了吗 你要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他赚到钱了 对吗 就像沈腾说把所有的绿色的股票全买一遍 赶紧买要不来不及了 当然了 他的那个剧情是让他就努力的花钱 但是实际上他做的是什么 实际上他做的就是没有把钱当钱 而是拼命的要让自己没钱 对吗 那么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就是他每一个当下都在都彻底的颠覆了钱 在他以前的那个认知里的概念 也就是说他主观上没有这样认为 但是客观上他做到了 这就是完全的没有钱的概念才会做这样的事情 人都说他是个疯子 他傻子对吗 他精神不好了他才这样做 所以我们从这一点上能不能明白 沈腾的这个西红柿首富 他揭示的财富真正获得的真相 所以说他是一个灵性的电影 为什么他会火 我一直在说所有的充满灵性的能量的作品才会火 对吧 就像毛布衣的歌词里面说 我是巨星 我是巨星在扮演平民 这句话大家能够感受到他背后的能量吗 还有就是各种那个 比如说左手紫月 天上的那颗星 还有demos 就钻石 钻石demos 就那个歌大家可以去听 每一句话都是灵性的启迪 你即使不懂 就像那个就沈腾雅这个角色 他不知道 他主观上不这么认为 但是他客观上他做到了这些 就跟我们的冥想流程一样 说老师 我真的那个不知道怎么颠覆今天这个概念 我怎么颠覆你就你懂你说的我全理解 但是我真的好像是不会颠覆 我就练呗 我练了就颠覆了吗 是的 你不管你懂不懂 不管你信不信 不管你以前是什么认知 你只要不断的训练 你就在事实上做到了 就像沈腾一样他做到了 被动的做的 因为你用冥想可以置换掉我们潜意识里的那些内容 潜意识里的内容是啥 就是穷根吗 对吧 什么叫穷根啊 就是我们所有人类对于钱的那些 你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真实性的弥天谎言 就这个钱到底他背后的真相是啥 你在三维认知里这个钱是钱 但是在宇宙观里面 在无限的高维意识真理里 他根本就不是你认为的 就是你认为的是错的 我们说了这个人类啊 这个面对的只有四个是真相 我们现在重说一遍 意识存在就是道存在 对吧 就是什么 一切记忆就是道家的万物富裕而抱扬 然后呢 反者道之动也叫宇宙反应你所事 所以说道德经三 这三句话全是道德经说的 跟他说的一样 最后一句话就上面三条是真相 其余的都是 但是不是真理 那么作为你从来没怀疑过的 对于钱的认知 当然他也根本不是真相了 你想想 无限维度 我们说别说是无限维度 就是加一个维度 我们这个残宽高是一个三维世界 你加一个维度 你所有的那些科学定理 包括你对于世界的认知 彻底的被颠覆了 他有时空被折叠 对吗 我们看过那个电影吧 他自然会这样 你都无法这个报应说话了 说不好意思啊我原来 因为真的现在眼前摆在事实 就是就是错的 你别说是无限维度了 所以说我们任何时候都以真理来 真理就是那三条来面对你眼前的事情 你就一定不会错 所以说在宇宙观里 钱是什么呢 我们要用深度冥想的这个音频 把这个钱的真相置换掉 在潜意识里把内容置换掉 这样呢 你一定不会错了 就是你的潜意识里 钱的概念彻底的成了真的真理 那么投射出来的是什么呢 我们下集继续给大家揭示 我们下集续给大家看